一花一世解,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山岳记里曾有一句话 我常卖弄什么,无所作为则人生太长,欲有所为则人生太短 其实我哪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无非是害怕暴露自己的才华,不足之卑劣的恐惧 和不肯用功的无耻懈怠而已,深有感触 人生路漫漫,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自己不行 而只是我们活得过于懒,又不愿意做出改变 活得过于懈怠,所以才会有了审育人之间的差距 但大多数人在看到他人的成功,自己失败时 最先意识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问题 而是集中精力,把自己的失落,归结在命运不公 把自己的愤恨发泄在记恨他人的不理智之上 生活中你会有一种感触 就是若你活得越来越薄情,真的不是你自己与生俱来的 而是慢慢地,在光阴里一点点地沉淀出来的 一方面,你的热情和好意总是会被一些有心人误解 另一方面,许多的虚情假意上人厌倦 所以你越来越冷漠,越来越不想去表达自己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最亲近的莫过于身边人 除了亲人就是朋友,同事,亲戚,邻居等等 年少时,总想着多个朋友多条路,但越往后活,却越发现 有些关系,与其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与之纠缠,还不如割舍掉 只因为很多时候,见不得你好的人,往往就是身边那些最了解你的人 一,你落魄了,就各种看不起你的亲戚 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总有那么一种心情,远到八杆子打不着 尽到兄弟姐妹,他并不是冲着你们的亲情而来 而是你有钱,他和你交往 你没钱,他会很少跟你打交道 甚至还在背后四处嘲笑你 你要相信,这是一场 见不得你好的人,远比希望你一切顺利安好的人 要多得多 岳云鹏就曾说过,在我成功之后 每次回老家,自己都感觉非常难受 因为他发现全村的人,没有一个替他说好话 自己的相亲提起他来都是不屑 甚至还讥讽他能够成名是因为运气好 其实什么本事都没有 人心险恶就在于此 你过得好,他们嫉妒你 你过得不好,他们讥讽你 冬夜归吾曾经在恶意中写道 我恨你抢先实现了我的理想,我恨你优越的生活 我恨当初如此不屑的你,如今有了光明的前途 只因为人心中,都觉得好运应该眷顾在自己身上 他会觉得,大家都一样 凭什么你就能过得比自己好 凭什么你会超越自己 却根本看不到他人背后的付出 更把自己的怨恨发泄在自己的一张嘴上 人穷不怕,怕的是心穷 遇到这样的亲戚,你也没必要放在心上 要知道,人活着心胸越开阔 越能看到别人的好 越会接受他人的强 越会让自己的未来路更宽 因为一时的嫉妒背后编排他人一些坏话 甚至做一些不理智的事 只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也会让福气远离他 所以这样的亲戚还是少联系比较好 在他们眼里,心情是很淡漠的 他们的眼中只有利益 二,你比他日子过得好 就打击否定你的朋友 看到过一句话 因为你过得比我好,所以你有罪 因为我不如你优秀 所以我要毁灭你 讽刺又现实 多少朋友看到你比他强 表面上一副恭维的模样 背后里却各种打击否定 甚至可盼着你 有一天能够跌得惨一点 这世上最不能直视的 一个是太阳 一个是人心 还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 生意失败之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萎靡不振 每次大家想聚餐 让他开心一下 他都会找了借口 不想参加 后来才发现 曾经围在他身边的一个人 在我们眼中 他最好的朋友 却在饭桌上 各种嘲讽他 对他各种否定 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过了两年 朋友又投资了其他 日子渐渐缓和过来 那个人 却又频繁地出现在他身旁 对他各种吹捧 找他帮各种的忙 这种人也是让人眼花缭乱 人哪 真的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但若你身边 有了这样一个朋友 你好的时候 他来巴结你 你不好的时候 他诋毁和讽刺你 也真的不是一件幸事 总有些人 他见不得你好 你比他有钱有能力 就四处造谣 拉财你 你过得落魄 就各种讥讽 编排你 莎士比亚在奥塞罗中写道 嫉妒是绿眼恶魔 谁做了他的俘虏 谁就要受到他的愚弄 嫉妒者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折磨他的 不仅是自己本身的失败和挫折 还有别人的成功 心存嫉妒的人 一定不是大喜的人 做人做事 肯定很小气 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 凡事要留一个心眼 不能所有的话 都与这样的人分享 因为你的分享 会激发他们内心的嫉妒心 甚至暗地里 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 没有人愿意自己过得不如别人 见不得你好的人 以前会比你过得好 所以你成功了 他的内心就受不了 他们不想着努力 只想着和别人攀比 比你过得不好的人 也可能见不得你好 因为这一类人好事懒做 生活没有目标 整天无所事事 眼睛只会盯在别人的身上 从来不看自己的不足 当你发现你工作升职了 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或者孩子考住了一个好的学校 他们就要心生忌妒 这样的人记得要远离 而且越远越好 他们不会给你带来帮助 只会成为你的绊脚师 你也永远看不见 他面具下面的真面孔 他们往往没有朋友 只有攀比对象 所以他更不可能 把你当作真心朋友 不要妄想和他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那样只会惹获上身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会让人压抑喘不过气 他会把他的消极思想带给你 让和他一样消极 他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 所以识别朋友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千万别活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里 时间最能看透人心 遇到困难的时候 最容易看透朋友心 若你身旁有这样的朋友 能远离还是远离吧 相处越久 对自己越没有好处 三 你比他得志 就各种嫉妒编排你的同事 或许平日里我们除了家人 相处最多的就是同事 只因为吃穿住用行 每一样都离不开钱 都离不开我们赚钱的场所 本来同事的含义 是大家一起共事 互相合作 但有些同事 真的只是表面上和你有善 背后却各种捅刀子 算计你 尤其是面临升职加薪的利益时 更是不择手段地踩低你 一家公司里 某个部门有一个晋升的职位 本来就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事 这个部门主管却自己做了事 擅自把有这个晋升名额的消息透露了出去 于是这个部门的一个小姑娘就告诉了自己另一个部门里所谓的自己的闺蜜 这个闺蜜也是可笑 得知消息之后 就开始资下里给部门主管发了一些私信 急紧吹捧 不乏一些女孩子撩的话语 事后又把自己发消息的内容告诉了那个小姑娘 哪知 这些私信内容 马上被传遍了整个公司 沸沸扬扬 闺蜜和主管 都搞得颜面扫地 对于闺蜜而言 她没有认清的是 许多看似很美好的关系 都是伪善 对于主管而言 不是自己权力范围的事 要学会闭嘴 所谓得不配位必有栽殃 所以与同事相处 一定要谨言慎心 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学会沉默和闭嘴 不要被环境所困扰 遇到一些事 要学会保护自己 远离一些搬弄是非的人 也不要随意把自己的私事告知他人 要知道 有些人就是心术不正 他们的心思 不是用在工作上 而是用在算计之上 他的聪明 不是用在提高自己的能力上 而只是用在八卦他人的私事上 人心总是复杂 大多数人 都是戴着面具 在与人交往 他给你看到的 都是你希望看到的 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就是这个道理 现实生活里 我们总是感慨 许多熟人来坑你 反而陌生人会来帮助你 其实就是这个脸 越是熟人 越见不得你的好 越是熟人 越想算计你 越是你好的时候 他嫉妒你 你不好的时候 他落井下石 所以一定要学会 财不外露 低调做人 与人相处 保持好适当的距离 人与人之间 都是真心对真心 真诚对真诚 但若你拿出了真心 对方却给你的是算计 那么这种关系 能省就省了吧 保持表面的和谐 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城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